在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实验室里,学生们以细菌为幕,以培养机为指,创作了多幅有生命的画,成为了很多科学爱好者关注的焦点。 由于这些细菌画,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出来,记者近日分时段拍摄了它们从无到有的神奇时刻。 细菌是所有生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,事实上,大多数的细菌对人体无害,它们个体微小,肉眼无法观察,需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见。 据介绍,在培养机上创作细菌画,需要37摄氏度的恒温条件。 培养24小时后,细菌慢慢繁殖形成菌苔,画的真实面目才会显现。 画纸上就是黑白分明的,然后在培养机上做画,可能就是它不能立刻显出来,它没有控制性。 在适宜的条件下,细菌的繁殖速度极快,若安20分钟繁殖一带计算。 24小时,在茶杯盖大小的培养品上的细菌数量可轻松超过数十亿。 将培养品的盖子打开,放在窗台外,楼梯间,空气中的细菌就被自动收集进来,稍加成长就成为了细菌化的染料。 通俗地讲,这个过程与耕种为似,培养机实土地,可以为细菌提供生长的环境和营养。 接种环式锄头,将细菌一点点种进土地中。 只要温度合适,细菌就可以快速地生根发芽,细菌化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。 对于那些喜欢画画的医学生,本身他有一些基础的医学知识,比如说这一次可以了解空气中细菌的一些状态,还有它的颜色。 然后通过接种环当它的画笔,然后用那些细菌当它的染料,可以画出它想表达的一些素材。 对学生而言,首先是增加了他学习的一个兴趣,因为学生总觉得我们上课那几个小时很枯燥的,让他们发挥想象,增加他们的观察力和动手的能力。